9月22日,陕西保机 据肖香辰报报道,一名80岁的老人反映称自己去年5月份在保机一家口腔机构花6万多元种牙 但一年多过去,上下牙无法正常咬合,找到该机构对方也拒绝退款 老人表示,上面的牙把下面的牙给包住了,嚼东西也嚼不烂 9月22日,该口腔机构工作人员回应称,按照他们的理解,手术效果已经达到 而且,种植钉已经植入,取出后别的患者也无法使用 且已多次为老人提供调整方案,但老人依旧不能接受 坚持要求将种植钉取出退费 9月22日,当地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表示 该局医症股工作人员接到当事人投诉后会介入调查